一临年 对 一临年 就是谈恋爱谈了多久结的呀 不到半年吧 那么快就结婚了 得到双方父母的支持和祝福了吗 女方估计家里会有点 她家父母肯定就是 对啊 女方父母会不会有点介意了 因为从小吧 我就是我父母嘛 抱养来的 然后呢 对 但是我就是我养父母呢 对我就是特别好 你自己一直知道自己的身世 对 我她从小就没有瞒过我 就是包括她家弟子我都知道在哪里 对啊 但养父母对你也很好 养父母就对我比她两个儿子都好 过得还挺幸福的 也挺开心的 当时他们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嘛 也是是反对的 肯定是不同意的 对吧 然后呢 我就跟他们劝他们 在我的劝说之下呢 就是好一顿劝 然后他们呢也勉强的 就是也答应了说 只要你就是不后悔 能过得开心就是就行了 养父母答应了 那亲生父母呢 他那边不同意 很生气 他就觉得我给他们丢人了 他们就找我面谈一次 然后就说你要是跟他在一起 从此以后就是断绝来往 我就当后来没生过你这个女儿 以后就是我也不会踏进你家家门 不过确实也是这样的 从来以后就没有联系过 对 然后呢 他也他也说了 后来也说了 他说宅宅嘛啊 他叫宅宅啊 他说宅宅给你花多少钱 我们就把他那个 就是帮你还给他 他说我也给 我也给你从小也没在你嘛 他也给你买套房子啥的 就是你不要跟他在一起 但是被我拒绝了 我就觉得只要这个男人 他对我好 我就要跟他在一起 对 其实我老婆 跟我在一起 他承受了很多 承受了很多 承受了父母 承受了外界 同学 家里的邻居 各方面 很多人都觉得 他跟我在一起是为了钱 可能是我家有钱 实际上我家根本就没钱 而且我跟我老婆结婚 我老婆一分财力都没有 可以说他嫁给我 都是裸婚就嫁给我 零成本 零成本追了我 真的 因为我家当时真的没钱 连财力钱都拿不出来 但你也兑现了当初承诺 给他幸福了呀 这是我必须要做的 所以没免了 时间过得很快 也生了宝宝了是吧 小孩 小孩也九岁了 九岁了小孩的 所以你就在家带孩子 大部分时间是在家带孩子 就是最近嘛 我就跟他一起 就是一起那个 做直播了 儿子怎么样 乖不乖 儿子很乖 很听话 嗯 聪明伶俐 我很喜欢 我们都很喜欢的 今天宝宝来了吗 来了 来了啊 我们也把宝宝请上来吧 欢迎你 几年级了 四年级 四年级了 全班都是最矮的 对不到一米一吧 不到一米一 哦 那有点矮了 是啊 应该九岁十岁 应该在一米四到一米五之间 一闪了吧 还是我感觉还是一闪了吧 一闪了我 我们的个子是有点小的是吧 你担心吗 不担心 我也给他打了 打生长技术一二连级 也在打 就是会断断续续的吧 打隔个半年啊 或者是停个两三个月啊 打 他就会说 就是 他就说 你不要给我打这个了 宝贝说不用打针的原因是什么呀 是因为 怕 家里经济承担不起 爸爸妈妈们 太辛苦 哦 你好懂事 当时听到这个话吧 我就就是有点累吧 就是 就感觉他 因为他当一身面吧 他说 别打了 把钱留给我以后 娶媳妇吧 对 这句话背后是有深意的 其实爸爸就是一个榜样 你看爸爸有幸福的家庭 有这么一个 貌美如花的妻子 个子高高的 所以你看 这是榜样力量 将来我也能娶个好媳妇 像我爸一样 所以加油吧啊 小伙子 但是还是得好好学习啊 这个是重点啊 对 你不可能有你爸这么幸运的 就靠靠嘴 就取成这么漂亮的鞋 你以后 你今天拉出点实力来 你不学习肯定不行的 知道吧 加油啊 那今天 这个夏天 你们这一家人 来到我们现场 是带着幸福心愿的哈 对 我们有请马先生上前 输出自己的幸福心愿 有请 我的幸福心愿是 为儿子继续打生长激素 现在花花如果按照正常的剂量 要求去打的话 每个月需要打多少钱的针 加上这个检查吧 最少四千多 最近吧 达到十八岁 八年 就每年要五万 四五万的话 要几十万呢 多一来负担还挺重的 对对对 是的 行 看看我们老板们 会提供给你们一家人 什么样的帮助啊 那首先呢 我们先送给花花一套 完整的这个 青少年的篮球装备 我再送给你们一套 这个我们的课程 妈妈在家呢 可以跟花花一起 去做这个训练 那么等到花花十二岁的时候呢 你再去测一个古灵 那么我们这边 也有古灵的专家 这样你全方面的去掌握 实时监控孩子的身高 进行有效的科学的干预 这样才能够给孩子 更好的成长的未来 所以也祝花花能够快乐成长 加油